哈喽,小朋友们,欢迎来到小童玩具。 在今天的故事里,光头墙请哪位奥特曼喝茶呢? 在评论里告诉我答案吧。 光头墙最近没有砍树,反而迷上了喝茶。 一天,杰德奥特曼来到光头墙家里。 看看光头墙有没有在砍树。 光头墙看到了杰德过来了。 杰德奥特曼,您请坐,我给你泡茶。 光头墙特意拿出了家里最好的茶叶,来招待杰德奥特曼。 谢谢你光头墙,不用客气,请客人喝茶这是代客之道,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。 光头墙去泡茶,发现家里停水了。 他给汪汪队的莱德队长打电话。 喂,你好,是莱德队长吗? 你好,我是莱德队长,请问有什么事吗? 莱德你好,我是光头墙,我家停水了,你能给我送来一些可以泡茶的水吗? 没问题,我这就叫阿琪去给你送一桶水过去。 阿琪接到任务,来到水站,提了一桶水,送到了光头墙家里。 谢谢你阿琪,你也坐下来吧,我用水泡茶,你也尝尝。 客气了,光头墙,我还有别的任务,你们喝好,我先走了。 阿琪也有别的任务,先行走了。 那么现在光头墙开始用水泡茶咯。 哇,这个茶真的是清香扑鼻,这茶太好喝了,喝茶对身体有很多好处,光头墙以后就不要砍树了,喝点茶,修身养性。 是的,借得奥特曼,希望我们的国家茶道可以传承下去,每个人都爱喝茶。 小朋友们,故事讲完了,你们有答案了吗?光头墙请哪位奥特曼喝茶呢?在下方留言告诉我答案吧。 咱们下一期再来一起玩,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订阅,拜拜。